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早些年一部中毒成为人们热议的中心 2010年的一部秘密爱 又掀起了人们对于地扫不伦练的讨论 韩国不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都是主打浪漫的风格 优美的环境动人的音乐 再加上不经意的四目相处 就能构成一段旷世奇缘 有不少人从电影中看到的是伦理道德的丧尸 而我却看到了真爱为何物 影片由刘志泰 尹真锐共同主演 我想应该有不少人认识男主角刘志泰 他在当年大火的《治愈者》中饰演哥哥这个角色 让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今他更是在电影中分试两角 甚至可以说是分试四角 演技不容置疑 刘志泰不仅演出了诚实稳重的哥哥模样 还演出了活泼阳光的弟弟模样 更具挑战性的是剧中剧的方式 在剧中扮演着装作弟弟模样的哥哥 还有装作哥哥模样的弟弟 四角分饰是对于演技很大的挑战 尹真锐扮演的颜一也相当吸引人 独自疯狂的亲吻 极端大尺度的床戏 都将颜一这个人的性格和爱情 诠释得相当完整 原本幸福的夫妻 颜一和郑宇却因为一场意外 让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郑宇成为了植物人 颜一更是一夜消瘦 成为了一个孤寡女人 当自己的爱人 家里的顶梁柱发生意外 留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全世界就已经成了黑白色 冰箱里空空的样子 颜一日益憔悴的容貌 都在告诉我们 这种失去亲人的悲痛 而就在这时 郑宇的双八胎弟弟 郑浩回来了 一模一样的外形 一模一样的小习惯 让颜一的房线逐渐崩溃 孤独寂寞冷的日子里 郑浩就像是一抹阳光 彻底的照进了颜一的心里 两人长久的相处 终于干柴烈火 发生了碰撞 歌嫂不伦练就此开始 但是编剧大大 自然不能让小情侣这么顺利 不久后 哥哥醒了 当他知道了一切时 他愤怒 他生气 可是又只能扮成弟弟 来得到妻子的真心 真是可笑 又讽刺 一觉醒来 世界突然就变了 这样郑宇的内心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以至于最后想杀死弟弟 真是让人觉得可怜呀 被最亲近的人戴了绿帽子 许多人都说 这是一个两男争一女的故事 可是我并不觉得 在我看来 颜一是爱郑浩这个人的 他对于郑宇更多的是一种 救命之恩产生的情感 其实从一开始 郑宇和颜一就是相爱的 从最后播出 早年两人咖啡馆门口的 双目对视就可以看出来 只不过颜一不知道 这个人是郑浩罢了 从后来哥哥醒来 颜一不愿意和他啪啪啪 就可以看出 女主是爱上弟弟了 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的时候 就会情不自禁的亲密起来 绝对不会是 对哥哥的抗拒的样子 当颜一面对郑浩时 明显就愿意和这个男人啪啪啪啪 这就是证明爱一个人的 最直接的证据 这部剧从头到尾 告诉了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 没有金刚传 别懒瓷气活 你看女主 非找对双胞胎情侣 结果连谁是谁都分不清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